一集中央出場所建築軍的守護工廳 最近進行到分解局建築體的廳室 住人處庭都被暫時折獨 為了保護工廳現場 未必帶給影響到破壞 包廂臨時打邊界來帶方後 一集中央斷記憲特別做睡眠 不是要去大樓請鄉親放心 為了要打邊,包廂才起了幾樓梯的抗國條 在邊界還要打起在陣前被民眾五歲 這集中央出場所的工廳說要去大樓 這集中央斷記憲以及付一首好的建築書 今夜七是特別來睡眠 我們在施工的過程中 會把它的屋瓦一片一片的卸下來 所以說這個時候 它的屋質的內部 是幾乎沒有任何遮風避雨的效果 我們為了它在施工期間 不會來加速它的變質以及腐化 同時間呢 以利於我們的工程的進度 因為我們的工程 也可以不會因為天氣的因素 而有所延宕 所以說我們做的這個假設性的工程 把這個臨時的鋼棚架把它搭起來 事實上鋼棚架它就是創造了一個環境 它是風吹日曬雨淋都不會去干擾到 我們要修復的這個工程 那因為我們在修復的過程中 我們的屋頂會打開 屋頂打開木頭會露出來 那如果說我們為了修復它 我們把它打開上面沒有鋼棚架 那是不是颱風來下雨 然後又一年多 通常修復工程都會一年半到兩年 那這兩年的中間要歷經很多的下雨天等等 那反而對建築物造成二次傷害 要適合旧建築就要先拆開分開 前後都台已經沒有收容的材料 保留還可以收容的關鍵材 今天這兩種就是建築群棚中最老骨 拍攝和最嚴重的理事宿舍 不然這麼脆弱的建築物現況 就是要大便來做保護 像通常水電管些在露天的狀況底下 遇到下雨我們就要停工 如果下雨然後沒有鋼棚架的話 我們也要停工 那現在這樣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隨時只要是在可以工作的期間之內 我們都可以不受天后的影響來進行施工 所以後來像全台灣的一些歷史建築修復 跟古蹟修復我們都會搭鋼棚架 那請民眾來放心 這邊不是要蓋什麼現代化的設施 那這個鋼棚架呢也不會一直留在這邊 他只要在我們的相關的工程完成之後呢 就會完成他認為他就會做一個相關的拆除 那這邊還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這樣子的工法呢在全台灣非常多的 這個日式的木造古建築修復 都是非常常見的 可以親眼睛看到將近百年的建築物 經過拆掉來看一個相性 是頂各國人的機會 因此一時電工所將跟建築唱相討論 幾月開放一天 讓有幸福一時電影 可以一台討論參觀 警告羽靖雄 humanities 會派人 叫社會議會派人 谢谢大家